她 一个事业女强人 刚过四十就已身家几千万 我身体住得还行 我比较有钱一点 她 一个农村打工仔 三十出头 成为她的小员工 我不能说有存款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自体自主 因为相爱 他们不顾悬殊的经济地位 跨越七岁的年龄差 走到了一起 结婚多久了 三个月 但是现实的巨大落差 让钱藏在婚姻中的矛盾 犹如暗流涌动的火山岩浆 频繁地喷发 从小时到大时打架吵架 于是他们的婚姻 不仅像商业敌战剧 充满了阴谋诡计 为了她的资历吧 不则手段的 在背后拥我一刀 自为于死地 无限八万条款 她惯用的手法 他们的婚姻 还像武侠小说剧 随处可见刀光血影 她居然拿了厨房的刀 躺在了客厅的沙发下面 她拿了个晒衣服的 直接敲我脑袋 敲出血了 而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金钱者的货 她是为了我的钱 我不在乎钱 到底谁才是 最在乎钱的那个人 为什么观察员 会给出这样的评价 又想用钱 又怕失去钱 钱之货 这个在你身上体现的 你是一个女王 带着你缺乏女王的智慧 那么最终 这段仅仅维持了 三个月的婚姻 能否继续下去 调节 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李先生 我们了解一下 当事人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是 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吧 感情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还是坚决离婚了 结婚多久了 三个月 三个月 对 结婚也好 今天做出离婚决定也好 是你冷静思考的决定吗 是的 南方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有一个小孩嘛 我觉得能挽回这个婚姻 就挽回 如果实在不行 另当别乱 你知道这个婚姻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们两个人 现在就病得比较自私了 一个是在自己的情感上 一个是在经情方面 都很自私 对 相互自行 用心 或者是说用实际行动嘛 去改变这一切 如果能行 再尝试一下是吗 结婚三个月就要离婚 刘女士和李先生的婚姻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其实这一切 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当时刘女士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身家几千万 我自己做的还行 我是做的一个家电品牌 一个西兰的总代理 做的长出物流配送 而李先生则是一个 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 经过表姐介绍 都曾有过失败婚姻经历的 李先生和刘女士相识了 虽然刘女士比李先生大七岁 但是李先生还是对刘女士 展开了追求 他既钦佩刘女士在工作上的能力 又疼惜刘女士离异后 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的不容易 而当时在上海打拼多年的刘女士 看到李先生老实本分 踏实肯干又会疼人 认为他就是那个 自己一直苦苦寻觅的人 那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我一开始还是挺喜欢他的 我觉得他是个农村人 对吧 他很踏实 一开始我们家晚的时候 他还能吃苦 干活啊什么的 对我孩子也很好 我就跟他两个认真地坐下来谈过 他告诉我 他很想和我在一起 他非常在乎我 很爱我 我在乎的是 我们两个人过完这一生 不过今天刘女士却说 如今细细想来 他觉得当初李先生的追求 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当时实际上 他是有女朋友的 那个女的打电话过来 然后我就接到电话 那次我们是发生第一次打架 然后我就赶他走 我说我们之间就算了 就结束吧 然后他保证以后不再撒谎啊 然后我们又继续在一起 因为我就觉得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话 我性格也比较强势 可能就是组织一个家庭 还是真的不容易 当时我不认为是他为了钱 然后再经过这几年以后 我觉得他就是冲着我的条件 比他当时的女朋友的条件 要好一点 然后所以说 他就选择背叛他的那个女友 然后跟我在一起 准确就说的不对 而是我在宝山认识一个女的 他就说是我女朋友 你去他家 为什么那么短时间就跟他 两个月 第一次我和他两个 有亲密的接触 是在我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 他亲了我的手 如果不是他释放出这个信号 你也不会 起码我不会捅破这串子 我是不是第一次你跟我说 我们交往的时候 我拒绝你了 人这个东西 话有些时候 清虚的话他是说了 但是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心里面自己你觉得我很看好你 我喜欢你的是吗 算了 算了 在一起以后就是 他经常会问我房子啊 车要什么的 他就是盘挑车技的 就问我有多少房产 有多少车 我的生意一个月利润有多少 他曾经问过我很多次的 我从来不起房子车子 从来没有 我不在乎钱 他是一个 信任很多的人 他不相信任何人 所以说我不会去触碰这些东西 他跟我提过 他就希望我买的房子 要写上他的名字 在我婚前的所有财产里面 我都是以个人的资金去买 我都没有写他的名字 也不会让他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怕出问题 是的 在那个时候 你是什么心态呢 这个男人有点不可靠 那你交往的前提又是什么呢 我想改变他 当我知道他是干这个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有自卑的 当时我给他表现出来过 并且是我到他那里来 是因为他让我到他那里来的 不是说我主动提出来 我要到你这里来工作 是我让你来的吗 现在你不承认 我很早以前我就想自己做事情 他给我的一个信息是什么 如果你不和我做同样的工作 我们就不可能在一起 所以你到他这来了 对 以什么身份呢 工人 但是我是身份是以工人的身份 但是我没得到过工资 撒谎 得到了工资就是 用每个月的开销里面 就给你搞掉 撒谎 实事 可以看银行卡的进出站记录 因为我以前的经济状况 我不能说有存款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自给自主 现在到这里来了 我还得倒贴 我觉得他现在说这句话 让我感到很寒心 我当初的想法是 我们两个共同的创业 我的生意 对吧 做好以后 我是以男朋友的身份 让他进来 好 既然是带着这种想法进来 那为什么在后来牵涉到 所谓的车子房子这个问题 你会那么谨慎 因为我在生活中 他表现出来的 就是从小事到大事 都非常看重钱 他每一次就是问我要钱 而打架 吵架 对我用刀 什么样的家暴行为 都是因为为了在我这里 拿到一点钱 他到你这边来了以后 有没有固定的生活的花销 有 每个月我都按五千块钱 一个月给他的工资 给了吗 没有给吗 然后这五千块钱 每个月都花到你的八号费上面去了 撒谎 不承认就算了 每一次闹分手 好不好 都要我额外的支付他一笔费用 就是在 额外 二十二号的时候 工资你都没给 你还额外 我工资没有给你吗 我这可以拿出证据的 我们到法庭都有的 好不好 他惯用的手法 八万条款 钱 比如说几个月不给你一次 对不对 你要钱 那你就得签我手上 我离好的这份协议 什么东西 他所谓的分手协议 如果是说你不签字 签一份拿不到 强迫你 没觉得这样的男女朋友的关系 是不太好 不太正常的 对呀 所以说我中间我走过 李先生和刘女士 在交往过程中矛盾不断 刘女士认为 李先生就是图她的钱 而李先生却指出 刘女士越有钱越敏感 借心太重 他对待钱 比较扣 他反备每一个人 你介意吗 我从16年开始 我也在意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不值得了 李先生表示 因为不是很在意钱 所以一开始 她根本就不介意 女友的抠门和防范 直到2016年 那时候 她生了一场大病 但是女友的表现 让她非常受伤 那时候我的腰都已经很疼了 我还是矜持在那边发货 在重庆 就是说我腰已经很疼了 但是我说了很多次 去看一看 她根本不会给你时间 她每天把事情给你安排得满满的 她不会顾你的生死 让你时间去干 把她的工作干完了 我说我要去看病 她不给钱 让我先去看 我到医院了 去拍个片 六百多还是七百多块钱 她不给钱 因为这几年 所有的钱就是在她手里面 我一分没有 你是指生活用呢 还是指看病 生活 什么钱都不到我手里面 她把钱看得比病更重要了 自私了 我要补充一点 是我们两个打架了 以后她再去看病 因为打架 她对我非常残忍 就是因为她租了一个套房子 在那个地方 然后回来以后 她就睡在那个屋里面 然后呢 我就要用网络 要做点工作 然后我就让她起来 弄一下网络 她就不 不然然后起来 就不让她吵架 然后吵架 她就让我滚 然后我呢 就觉得那个房子是她 是她那个的 是她租的 我就收拾我的东西 准备走 好 她就动手 开始过来打我 她居然拿了厨房的刀 躺在了客厅的沙发下面 我心想你就想杀死我了 我为什么还要对你那么好了 对吧 这是原因 我当天确实说 我不愿意给你钱 后来都够了两天的时候 我还是转了500块钱给她 我没什么不说的 她这个人撒谎 太牛了 你指哪一部分 拿钱 拿刀呢 拿刀 是因为 她污蔑了一个事实 她拿那个晒衣服的 直接敲我脑袋 敲出血了 她为什么 就是就像刚开始她说的 她让我给她做事 在我不舒服的情况下 她还让我给她做事 我不愿意做 她就跟我两个吵 是她先动手打人 我才拿了个敲 然后然后把我弄住 你是先动手了吗 不是 她动不动就拿东西打人 你知道吗 你现在 你太上忘了 我就决定和她分手了 就想要分手协议 就是你们手上那份 2017年写的 我看到里面除了说 你们两个人要解除恋爱关系 这句话之外 有一个 你要支付给她 6.28万元 就构成是其中有 2.53万元的工资 对 还有她妈妈当时 借了一点钱给我 这个协议是她写的 如果我不签字 钱一份拿不到 反过来她就证实 她已经拿到钱了 当时你觉得 你们已经走到了 分手那一步了吗 我是破语不赖 她把钱看得太重要 自私 钱是第一位 在她生命当中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你还是不想分手是吗 那个时候 的确是这样 7月22号 我们已经签了分手协议了 分手以后 她回来找我 她告诉我 她很想和我在一起 她非常在乎我 很爱我 之前的错都会改 我看到她过得很落魄 然后我也想 再给自己 双方一个机会 我对她是有种期望的 因为钱 刘女士和李先生 一直争吵不断 打打闹闹 甚至连分手协议 都签了无数份 眼看着两个人 就要走不下 我给你打开 感谢观看